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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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桌子旁坐着 我帮你包好 再给你吃 娘亲嘻嘻一笑道 好 夫君对我可真好 爹爹已经帮他包好一个栗子 塞到他嘴巴里探到 可惜明日萨金公主住进来 我们这又多了一个爱眼的人了 爹爹包栗子的速度特别快 又一直往娘亲嘴巴里喂 一下子娘亲两边脸蛋骨得像个小仓鼠 爹爹觉得可爱 还忍不住伸出手去捏他的脸 娘亲不满道 夫君你再捏 小心我把栗子肉都喷到你的脸上来 爹爹还捏上了引道 我不怕 娘亲不甘示弱 也包了一堆栗子往爹爹嘴巴里塞 看到爹爹的腮帮也鼓了起来 特别得意道 这下你也变成仓鼠了 他正笑得欢 突然发现爹爹的眼神有些危险 刚想大叫不好想逃走 爹爹已经把它压在桌子上 将口中的栗子都度到了娘亲的口中 等心满意足地把娘亲的嘴唇当成好吃的栗子啃了一遍之后 才终于放开它 嘴巴还在笑道 我不会是仓鼠 只会是想把小仓鼠吃掉的猫 娘亲脸皮再后也经不起爹爹这样的撩拨 一张小脸变得通红道 什么虎狼之词 我看你不是猫 是狗 我的嘴巴好像都被你啃破皮了 爹爹干脆又亲了上去 这一次比刚才时间还久 等娘亲快喘不过气 才把它轻轻搂在怀里道 就是要多亲亲你 明日家里来了外人 就不能这样 想亲你就可以亲了 刚好我牵着妹妹的手回家 看到爹爹还是将娘亲搂在怀中 但桌上地上都是栗子壳 妹妹看到娘亲脸红通通的 嘴巴好像还肿了 马上压了一声 哪声哪气道 爹爹是不是打娘亲了 爹爹坏坏 爹爹不准打娘亲 我看到爹爹尴尬地嗑了一声 娘亲还赶紧从她的怀里窜出来 走到妹妹面前道 怎么可能 也只有我打你爹爹的份 你爹爹哪里敢打我 花儿要记住 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学功夫 这样你长大后嫁了人 如果被夫家欺负了 就用拳头揍他们 娘亲 你为了转移话题 也不用给才两岁的妹妹灌输这种危险的思想吧 第126集 惊吓误会 路易看上别人 吃醋吃的眼都瞪圆了 那个萨金公主果然很快就住到我们家来了 之前听谢萧叔叔说 这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刁蛮公主 所以我比较不待见她 没想到她一来 就夸我和妹妹长得机灵可爱 还给我们带了好多好吃的 看在她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在好吃的面前比娘亲还没有节操的我一下 就不那么排斥她了 她看来跟娘亲很熟识的样子 一见面就拉着娘亲亲热的姐姐姐姐的喊 虽然娘亲也是笑嘻嘻地回应她 但以我对娘亲的了解 娘亲并不十分喜欢这个公主 不过就是应付着给个笑脸 娘亲给她安排住在了府里的西乡 说是那里最安静 环境也最好 其实是离爹爹娘亲住的东乡最远 只是她来的阵仗可真够大 因为是君王未来的郑王妃 又是蒙古大汉的嫡亲公主 光进西乡伺候她的侍女就有二十八个 看到她们进进出出的模样 娘亲跟爹爹感慨道 也不知道咱们西乡的屋子 能不能塞得下这么多人吗 皇后娘娘的宫里都不一定有这么多人伺候的 她说着却发现爹爹盯着这些侍女出神 她马上眼睛瞪圆怒道 怎么了 难道看中哪个姑娘了 爹爹在她头发上揉了揉道 想什么呢 亏你一向自称自己观察力惊人 没发现这些侍女有什么不一样吗 娘亲定睛一看到 步子确实比普通的女子要重得多 夫君 他们都是有功夫在身上的 爹爹嘘了一声 示意她小声点 然后低声道 而且各个功夫这么弱 派这么多高手潜入我陆府 我倒真想看看这君王到底想做什么 娘亲哼了一声道 反正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爱好心 不管他们是何目的 竟然到了小爷我的地盘来 小爷就没有眼睁睁 看着他们蹦跋作妖的理 爹爹宠溺地笑道 了不起的吓小爷 你夫君我肚子饿了 陪我去用善可好 娘亲疑惑道 怎么最近比我还容易饿 长胖了没有 说着 她还故意去打量爹爹的肚子道 听说到男子到了这个年纪 都容易发福 还好夫君的肚子还是平的 爹爹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眼神却凉凉地道 什么到了这个年纪 夫人是嫌未扶我上了 年纪到了吗 娘亲马上反应过来 嘻嘻笑着改口道 怎么会 夫君年轻有为 容颜不老 那些二十岁的人 看起来都没有夫君年轻英俊呢 爹爹忍不住去捏她的脸道 拍马屁的功夫还是一流 走吧 去吃饭 你吃那么多都不会长胖 就不用担心胃腐我了 娘亲反驳道 我哪里吃得多了 是吗 那我今天特意厨房给你炖的 那个猪肘子 就撤了不上了吧 不行 别的都可以不上 猪肘子一定要上的 小馋猫 都一米 嘻嘻 夫君对我最好了 早就带着妹妹 守在饭桌旁的我摇了摇头 等着两口子打情骂撬完 这桌上的菜都要凉了 好不容易等爹爹娘亲上了桌 管家却来报道 大人 夫人 西乡的萨金公主说 要来同大人夫人一起用膳 娘亲祈祷 她一个尊贵的公主 跟我们一起用膳 不会辱墨她的身份吗 刚说完就听到外面 一个女生道 姐姐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与姐姐情同姐妹 好不容易能住在一起了 岂能因为我的身份 就让姐姐与我生分了呢